大家好 我是渝夫 我们很高兴我们又再度见面了 这是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最近朱高正 他在省场的这种公办资金会上 因为台下群众的挑衅 所以他在台上大骂三字经跟五字经 那么你认为 他这样做应该是可以一马的爽 或者是应该立即道歉 或者说可以再原谅他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次在我们节目里面 因为他的五通电话论 我们的很多观众 最后的电脑语音投票结果是 就原谅他一次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可以再原谅他一次 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目前朱高正人在罗东 我们已经请到自由时报的记者 罪意上了他 而且我们会把最新的状况 报告给他知道 并且请他当场立即评论 OK 那么朱高正也说呢 他说如果他当选这个台湾省场的话 在20年内他就会当上中华联邦的总理 有没有 我们一起去看看 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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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员啊 你打完五通电话 现在要做这个中华联邦的总理啦 好 我跟你讲 自从我讲了这个五通电话的事情以后 我想经过我解释了以后呢 人民都原谅我了 尤其你看 我这个上你的节目了以后啊 你看多少人民打电话 打电话进来要原谅我朱高正啊 你想想看啊 如果说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提倡的话 我将来20年后 如果说这个中华联邦共和的总理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说我愿意 也能够在你们这个节目里面 接受所谓的call in啊 如果说也能够这个call in的对象 也能够扩大到这个大陆的人民的话 只要让大陆的人民打电话 我保证啊 绝对会超过五通的啊 这个大一电话原谅我 大一会原谅我啦 好 自愿的 我老朱平常讲话 这个没事就喜欢这个丢炸弹啊 很难怪有人啊 这个听我讲完以后 要对我K鸡蛋 一斤啊 两块半 但是我想啊 我是有远见的 尤其你看啊 这个20年之后 如果说这中华联邦共和会成立的话 为什么要选我老朱当总理呢 有人说啊 我这个讲这个话 这完全是阿达玛这个孔谷里啊 但是啊 各位想想看 各位想想看啊 你看啊 这个两德还没有统一之前啊 人民是不是两边站啊 但是呢 这自从这个柏林围墙这个被推倒了以后啊 你看 两德统一啊 这东欧正当 苏联解体 中国人 你要怎么办 我想只有啊 选我老朱啊 这个坐来来坐坐看啊 你看包装要你好看 大家不会啊 死得很难看 有人再问啊 你看大陆啊 这个老邓走了以后啊 大家大陆该怎么办 中国该怎么办 我想啊 只有换我老朱啊 坐坐看 你看让那个李鹏啊 这个江泽民啊 大家靠边站 好不好 好不好 讓我换我坐坐看 2号朱好站 你要卖弄你的德国经验了嘛 我想啊 这个德国经验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看啊 我的对手啊 有个卖弄什么宜兰经验 我看这个宜兰经验 就是卖女人 这个交系的色情经验 还有他口口声声说什么 看 他口口声声说什么 还有什么东山河的经验 我看这个东山河 绝对比不上什么 德国的这个蓝色多脑河 当然这个多脑河的话 这烦恼比较多一点 那我另外一个对手的话 你看 他说他这个没有经验 他这个完全选举的话 这次是他的第一次经验 我想啊 我老朱啊 只要是啊 我好好的对他开炮的话 我保险啊 他12月3号那一天啊 我想这就是他送大班的最后一夜 我要当场 让他使得很难看 最后面啊 你看调名罰罪在罰罪什么啊 想当初你看 我讨伐这个郭桂老贼的时候 那些老贼啊 当场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啊 这次啊 你看 我在讨伐的对象 就是那个李老贼啊 那个李老贼啊 天天拿着圣经说人民有罪啊 我想啊 他才是台湾人民的原罪啊 你看 我讲到这个地方啊 我这口气有点渴啦 你嘴嘴嘴嘴 我想嘴嘴嘴 我想嘴嘴没有关系啊 你这个有 我们来一瓶德国啤酒 德国啤酒 好 来 送我德国啤酒来 有些人是喝国民党的奶水 我想我老猪就是喝这个 德国啤酒长大的 来 你看我惯 我惯 乖乖乖 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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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较孤单一点啊 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夫当官万夫莫乖 但是你想想看 你看我这个书 你们看我这个书里面 有人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你看我这个书里面有什么 我里面有康德 我里面有孟子 我里面有朱熹 你看只要我登高一呼的话 这些人都与我同在 所以我现在要调名罚罪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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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乖 各位非常紧张刺激 目前主张骂得爽的是领线 那所以呢 你要打电话 要赶快我們等一下就要跟 朱高震先生联络 ok 我们现在先进行 选情快报 因为今天呢 三位省场候选全部到宜兰 也就是民进党 陈定男的这个 他的票仓去那边进行挖票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请自由时报记者 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道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主持人你好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何翁信 成长选战今天来到了民进党候选人 陈定南的家乡宜兰县 以宜兰经验为诉求的陈定南 在家乡受到热烈欢迎 国民党宋楚瑜与新党朱高正则陷入苦战 三党为了抢攻宜兰县票员 宋楚瑜从早上就来到宜兰县 进行各乡镇扫接拜票 朱高正与陈定南则在下午展开车队游行 而回到故乡的陈定南 更抽空于两个阔别已久的宝贝儿子共进晚餐 使得激烈的选战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微星画面 OK 好 谢谢你 请这个自由时报记者继续注意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要跟朱高正先生联络 现在我们请朱高正先生说话 朱高正先生 喂 朱高正先生 我是渔夫 你好 你好 目前我们进行这个电脑语音投票 针对您那一天三字经跟五字经的事情 目前主张骂得爽的人是居领先的地位 不过主张要你立即道歉的人也不少 所以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民进党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 在这几天他们一直是由一些职业性的这种鼓噪部队带头骂脏话 而且常常如此越骂越离谱 而且还肩带动作 我想像这种女性根本不足以代表我们现代的女性 实在是侮辱全国的女性 我是替全国的女性来教训她 所以说我想你看看 连我妈妈也骂 这样可以吗 OK 主张这些如果说目前骂得爽的人是最多 那么如果说主张立即道歉的人也跟上来的 您会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在这讲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场的状况 无缘无故啊 无缘无故怎么可以骂人呢 但是我请问民进党纵容这些甚至有组织的 来啊 教授这些人来闹场 这样难道不该检讨一下吗 OK 好 谢谢您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再给主张这些人说话了 那么各位 你现在肚子饿了吗 要不要吃饭呢 我跟你讲 有一个地方吃饭不要钱 休息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选举 除话说 选举没费乎开心备的乌 尤其是今年底首次民选省市长选举竞争激烈 候选人更需要相当裁员的支持 抽票既然是政治的卤汁 那么怎么向选民起钱就是以门大学问了 向选民卖书卖钥匙圈卖手表卖衣服很常见 但卖国库一项则是新点子 义卖有形的产品不稀奇 卖信用卖创意就很特别 今年最受瞩目的募款方式是陈定南纪念券 对民进党而言 纪念券卖得抢抢棍 不只换来蒋介石 孙中山 更显示选民的潜在支持 同白嫌立为提出一个所谓纪念券募款 这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那如果说民党如果说没有这方式 那陈定南纪念总部要募到纪念 可能并不是简单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支持 就是你怎么用什么方式 有效的把它动员出来 捐款意卖之外 办餐会也是候选人筹钱的主要管道 候选人喜欢办餐会 一来可以募款 二来可以借活动来强化死忠派选民的支持 并且制造声势 在这边的这家的酸甜 在这里可以来这样倒塌倒手 全世界就像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去六区的话 是真正给我们的机会 你如果想我来的四百年来 甘党这个土地 比六百年 这两个人 虽然假房秦红帝大 但在吃选举饭时 选情比皇帝还要大 但是在不必伸手要钱的 选举联谊餐会上 假房秦还是没有比皇帝大 很酷 没有比总统大 选民掏腰包买餐券进场还没完事 在吃这种选举饭时 经常还要再掏一次腰包 因为餐会中还会有意满活动 阿鼻子要来拜托我们大家 你们大家有希望阿鼻子 可以帮大家 到底做未来做市场 这个就是要放大市场 大家花生 关联到赞助 各位乡亲 四大和朋友 所有的大名大姓 统统在上面放大市场里面 自从立委王建轩 将他在财政部长任内的便当文化 带进新党后 新党也在今年别创一格的 办起便当餐会 我们不像其他民进党 他们玩的一动几百桌 把交通都堵塞了 而且大吃大喝 这不是我们要的 国民党他不但很少 他几乎没有办什么募款餐会 他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去请客送礼买票 搞这一手 那名字我们办 但是我们是用环保募款餐会 每人发便当用纸盒装 非常简单的菜肴 事实上 因应省长选举这个特大号 选区的地方特性 民进党也从露天的板斗 走进餐厅吃起中西自助餐 而国民党的板斗 虽然不需负起 募款的重责大任 但手笔绝不输人 有时还有好几车专车接送呢 除了吃饭 选举餐会也都有歌唱表演热场 歌星唱歌不稀奇 平时满口治国大道理的政治人物 唱起歌来注释才特别 吃选举饭唱歌谈政治也不特别 站台的人能够传授两性关心夫妻相处直到这类自我成长经验的更是选民的意外收获 我们干部同样的太太都要学一个简单异形的一个按摩 好不好 那么出情的时候看哪一方面的筋骨会比较紧张 回去的时候帮她吹腿按摩一下 我想最重要的最重要 这就是清甜教育 简单的 事实上我太太也有这样做 我太太也有这样做 我这个市场回去大概就是十五点十一点左右 喜欢找公司看完 怕上去叫我跟她吹腿 我在五中马上睡着 那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列宿勤钱教育行 有人批评台湾人一年可以吃掉一条高速公路 但是当选举必须撕杀到见刀见血的地步时 如果吃吃选举饭能让台湾选举看起来像半喜事开加年华会 那么大家就不妨多吃一点吧 各位 张立刻道歉的人是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二桶 这个还没报完 他就已经笑成这个样子 所以朱高峰今天非常的爽 非常的爽 OK 那么各位明天是礼拜六 你知道证监会在哪里办吗 不知道对吧 OK 那也没关系 明天晚上七点五十 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是选民开爆 把三党的代表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也就是说我们会让您在这个节目里面 您不但可以针对三党的政见发表你的意见 所以请你明天晚上七点五十分 记得收看选民快报由这个渝夫所主持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有 我有一位好朋友叫做苦灵 他今天晚上为的这个选举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 叫做激宽的台湾 非常的感性 非常的令人感动 请记得要收看苦灵这个节目 不要转开 十点以后就是苦灵的节目了 OK 明天同一时间 记得收看渝夫的选举万岁 拜拜 时间太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